處理部分的話 OK 那這個可能要多花一點時間 你可能要再把它熟練一下 主要能夠處理哪些呢 當然 資料先能夠建一個table 建資料表 那麼 建資料庫 資料表 然後欄位有幾個欄位 然後呢 再學會用SECLE語法跟資料庫溝通 SECLE line資料庫 然後面的話當然進階部分 我們就要開始講到有關網頁的截取跟分析 那怎麼樣截取 其實就是 目前很熱門的課程就是所謂的網路爬蟲 那這個課程其實在網路在別地方也有開設 那只是說我看他們都直接從截取開始講 那前面他沒講的話 你如果沒有一些基本功 那你怎麼 因為其實你要先第一個 你如果不了解Python你直接抓的話 可能有些知識你不知道 還有抓下來之後你要放哪裡 你總不能放在一個變數 變數就是你關掉就沒有了 所以當然你可能要找個地方放 要不就是放資料庫啦 其實放資料庫的機率是最大的 為什麼 因為網路上的資料通常是表格 表格式的 那表格實際上對應到的就是欄位 有沒有 一個表格其實就對應一個資料表 那資料表裡面的話一定會有欄位 那表格裡面會有很多欄 那你就一個蘿蔔一個坑你就可以自動怎麼樣 對應到了 這樣的話會是比較簡便的方法 那你也可以放在檔案裡面 可是你放在檔案裡面的話 你放進去將來要把它再抓出來 其實就會有很多難度啦 為什麼 因為檔案本身就沒有一個結構性 那沒有結構性的話 變成你要 你當然也可以用 不過你可能要寫很多程式 還要怎麼切 切完之後還要再 還要再什麼抓 然後還要 要查詢的話 哇那更麻煩 可是如果你放在資料庫裡面這些都不是問題 因為他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一筆資料然後 藍位式的 這樣會相對的簡單許多 那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慢慢還是把要把前面的東西 如果你對於前面的部分的不慎了解的話 就是 再花一點時間 那我們這個課程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呢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你會發現 一個學期下來之後呢 就會累積這麼多東西 而且 總共的上課 18週啦 最後一週不上課 你們要demo 那會有17次 所以會有17個連結 那每一個連結裡面呢 點進去就會有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影音 所以基本上這個 也就是一個 算是線上教材 線上課程 也就是說你實體 課程上完之後 還會有線上課程可以上 這種應該就是所謂的買大送小的概念 之前 跟各位提過那個 Costco 他也用這種 買大送小的行銷概念 這種概念好像還蠻不錯的 因為大家好 其實 現在人很聰明 如果你都完全不打折 也不 不做一些 降價的話 就不會有人去買 但是如果你 打個折或者是說你 不打折但是你送一點東西 奇怪就會有人排隊 而且排隊是很瘋狂的排隊 很奇怪喔 你 所以這東西其實也就是因為資訊傳播太快速了 這種傳播 到傳播出去之後 其實 再來就是你可能要想一下 那個資訊傳播 其實大部分有一半的是非理性的 所以非理性就是說 沒有人知道這個到底是對 還是錯 不管是對或錯 反正你已經停進去了 那你有一半的機會 會騙到一半的人 真的一個假消息出去 你會發現 有一半的人會相信是真的 有一半的人喔 OK 所以如果他一半的人又幫你去做傳播 那會有另外更多的一半 所以大部分 有點像那個 三人成虎啦 講假了 假了講 講久了之後就變成真的了 所以那一天好像在Line 有個同學問我 那是不是真的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我完全不會去任何再去Follow 可是就是很多人會認為那是真的 所以這當然 我覺得 資訊傳播的優點是說大家都知道了 可是缺點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假的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喔 因為大部分真的能夠了解 裡面真相的 大概 很多其實也是只能是專家了 因為你要對某部分的知識 要能夠真的了解 你可能要有一個知識背景 不然的話你怎麼判斷 對不對 他是真的還假的 如果真的像網路的東西啦 我是蠻熟的 所以你跟我講 馬上我就可以戳破你的謊言 但是如果你對網路的世界不了解 你馬上就被騙了 所以這些東西 也就是水能在舟 易能覆舟啦 你當然是對還是真的還假的 所以也許啦 你要 接受資訊的前提 是你要不斷學習 也就是說如果你沒有不斷學習 你就無法分辨是非 他就會 很糟糕了 反而我寧可希望你不要接受這些資訊 不然這些資訊會害了你 OK所以潘朵拉的盒子 不適合每個人都把它打開 你要問你不要告訴我 不要講 我有個秘密要告訴你 秘密喔 對就很想聽 但是聽了之後你會發現 哇不得了了 我的日子就不安靜了 對不對 所以 寧可有些事情還是不要知道 所以有時候選擇權在你啦 不過大部分還是會選擇知道 可是知道之後就沒完沒了了 但是你會發現喔 你就會像那個 像那個老 我看過那個像那個什麼什麼鼠 不是在跑那個一直往前跑 倉鼠 其實他好像有在跑 但是他一直在原地 這感覺就有點類似 很多人其實 他以為他知道很多 然後他不斷不斷去散播 不斷去 去好像去了解 然後去 去什麼 人肉搜尋 但是最後呢 其實發現他做了這麼多 他其實並沒有任何改變 他還在原地 OK 感覺上 這種資訊的傳播 大概就是 我們現在做的 都是踏踏實實的 真的學到 不是說像那個倉鼠一直在那邊 我們是真的要把東西學會了 所以以後如果 人家問你什麼 有關Python的問題 至少你就會有 了解 而且至少知道說呢 該怎麼做 那再來如果你要進階到什麼網路爬從高手 你就會很容易知道 你要該怎麼 所以 後面 我們就是 要來講一下有關 怎麼去 爬網路的資料 那當然爬網路資料 不是只有Python 其實我最早是 用VBA來爬 那VBA來爬 好不好爬 其實也非常好爬 有沒有問題 也沒什麼問題 那你說 兩者之間到底有什麼差別 其實我覺得各有 各有他的 擅長的地方 沒有說哪一個取代哪一個 所以我一直強調 這兩者之間是互相互補的 所以也許 後面有一些範例也許我們可以兩個比較一下 如果我今天用 VBA來做 跟用Python來做 那兩者哪一個當然會比較OK 也許可以再說明一下 因為這兩者之間 剛好我都有一些經驗 OK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最近有蠻多 地方 專門想要開 這類的課程 然後一直 追著我 追著我說老師你要不要幫我們開這方面課程 那我那已經 被追很久了 所以最近好像也要送出 那個一些課程 然後也是就是專門針對這部分 不管是反正就是不管哪個工具啦 只要我把資料給抓下來就好了 可以 抓資料裡面還有分成 有些是本來的開放的沒問題 那有些是本來就不給你抓的 你看得到當然抓不到 那要怎麼辦 所以他還可以分兩類 一個是開放的 一個是封閉的 那封閉的要怎麼抓 那封閉的裡面又分成說 你可能要做什麼 像下拉式清單 他下拉之後 然後再按 你可能下拉他就資料出來 那你要抓怎麼抓 或者下拉之後要按個按鈕 那這個當然會有一些 抓資料的問題 所以這個後續我們再慢慢 當然我們先從簡單再到複雜 所以第一個 我們相關的課程這邊都有 那請 各位如果前面的部分 假如說有一些 還是不太熟悉的話 回去呢可能再花一點時間 再把它複習一下 另外呢雲端白板裡面也有啦 所以我們 基本上這個雲端白板你可以把它當成是雲端的一個講義 而且這個雲端講義呢 還可以不斷update 那上個禮拜我們是講到這個第五個 所以也許 之前的東西 假如你有遺漏的話 這上面都有 原始碼 也有那個 Source 就是 程式碼 上面都有 你也可以把它複製貼上 那今天呢我們接著要來看那個 06之一 這個 假如說我們今天 先從比較簡單好抓的啦 因為 抓網路資料 如果說你今天呢 找一個比較難的 那來抓當然就會 挑戰性太高 而且失敗率太高 那所以呢請各位就是第一個 先要抓 那個開放 我們今天也許先練習比較簡單的 像那個 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或者高雄市的每一個政府機關都有開放資料 因為現在 其實強調是開放政府了 政府其實也是一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很快速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不要造成大家的猜疑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我覺得所有的東西就上網 所有東西就開放 你自己去那邊查 反正我 比如說最近 拆微鍵嘛 拆多少鍵 一律上 上網 反正你自己去那邊看 我就想知道你也不要道聽途說 有的話說 現在開始在比較到底新北市拆的多還是台北市拆的多 然後開始那邊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 有的時候呢 所以這邊也變成資訊資訊之間的戰爭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今天要能夠抓網路資料的話 在Python裡面呢 你一定要先 先安裝一個 叫Request的 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的話 顧名思義 就是如果你要抓網頁資料的話 你就要裝這個 它的主要作用什麼 幫你把那個網路上面的資料 抓到 這個模組裡面 存在也許一個變數裡面 你可以做後續的處理 那如果你沒有 裝這個東西的話 那它就會產生錯誤 錯誤訊息一定會是 什麼 None 什麼 Module Nand 有沒有 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模組 名稱 叫做Request 那意思 其實 你想說之前的為什麼不用裝 因為之前我們上課都是基本的 基本的就是 那些模組已經預先幫你裝在 Python裡面 因為那些是常用模組 所以不用裝 之前像什麼 有一些常用的那些模組 那 如果說你要抓網路資料的話 你可能要就是要先知道怎麼裝 裝這個 所以 特別說以後呢 進階 從第12次開始都慢慢就進階了 也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要使用一些 Python裡面的功能 如果是進階功能的話 這些 模組 都不是預先裝的 所以你必須學會如何 在Python安裝模組的動作 要怎麼裝喔 待會我們會來 演示給各位看 其實非常簡單 你必須要叫出什麼 叫出 你的這個 Windows裡面的DOS模式 然後呢 並且在這邊下一行指定就可以了 叫 PIP 空一格Install 安裝Request 就是用PIP這個 Pipe這個 幫我們去安裝 它其實有個指令 那裝完之後底下就有這些訊息 你將來在執行的時候你可以在 你的那個最下方 Python的 哪一個呢 System的 Libs 這Library 系統的函式庫裡面呢 你就可以多看到一個叫Request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它呢 去幫我裝到網路上的開放資料 所謂的CSV檔 哪個地方有CSV檔 其實在台北市政府裡面的開放資料 那 當你可以搜尋 Google搜尋 開放資料 關鍵字 開放資料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相關的資料 開放資料 的概念 我想你也可以搜尋 維基百科裡面都有講 其實這也是未來趨勢 全世界各國 慢慢都 政府的慢慢 是 趨勢 在開放 可是開放要怎麼開放 第一個你要能夠把資訊 開放出來 所以呢如果網路上面我希望抓到什麼呢 你可以這邊有個連結 台北市政府的 裡面呢 他目前有開放的資料有 2460 筆 這麼多 那裡面的話呢 包含就是這些啦 包含什麼 現在 應該不缺水啦 不過如果夏天有時候水不夠 你可以看一下 裡面他有一些資料 即時的秀出來 就是目前 水位到哪裡 還有水池 氣象 等等的 那裡面各位可以看到 在你的左手邊 會有資料格式 格式裡面的話 他有按照 多跟少的排序 你不然他PDF CSV 那假如說我們練習的話 以CSV為主 你可以點擊CSV 那你可以看到CSV類型有300多筆 那這邊有這麼多啦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這個CSV的檔案呢 拿來使用的話 那其實呢 你可以 把這個CSV裡面看一下 裡面有這些東西 那其中的話呢 可能我比較 會有用到的 可能也許是跟停車有關的 所以我在這邊的話呢 我找一下那個關鍵字 也許可以 找一下那個什麼 我以這個當 當成是 練習 比如說我可能經常去捷運站附近要 開車到那邊轉乘 那我可以搜尋一下 有沒有台北的捷運轉乘的停車場資訊 有找到 那你可以看到底下有個 找到他之後的話 會有個CSV 告訴你說呢 他這個資訊 有開放喔 而且是CSV的檔案 並且幫你把這個CSV的檔案放在網路上面 那如果說我今天的需求是什麼 我希望拿這個資料 放在我的 Python裡面 做什麼 做後續我要做一些資料的分析 處理或等等的比對 那第一個我可能需要什麼 先把它下載下來 那我要怎麼把它下載下來 你會發現喔 他那個使用 可以下載 可以預覽 你可以預覽一下 預覽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他會幫你讀取 那這邊 主要選這個是因為 他的 籃數比較少 資料也不算太多 我們主要拿他來練習啦 以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找 真的你有興趣的那個 資料裡面有2000多種 哇你可以做很多 每個都可以做專題啊 如果你找一些跟你工作有直接 直接關聯性的話 相當的好用 那裡面喔 你會發現他一定會有幾個欄位 127 這兩個好像一樣 id跟的相似 感覺到一樣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1234 那我們可能需要做什麼 第一個 如何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 第二個 如何再把它放到你的 sqlite資料庫 所以最好是下載 然後呢 再一個一個的把它塞進你的資料庫 那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做查詢的話 也可以把你要的資料查出來 秀在 可能其他地方 秀在python裡面 讓你知道說你要找的停車場位置 比如說 可以根據什麼 根據那個 停車場的緯度啦 精度啦 等等的 有這些資訊 那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這部分 待會我們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有關那個 資料下載的 這個部分 可以先看一下 那因為 開放資料部分呢 其實下載是最簡單的 因為他目前 比較沒有牽涉到那個 網頁格式的問題 因為網頁裡面的話 一個網頁裡面會有很多的標籤 然後目前這個開放資料 比較沒有標籤問題 所以 先來看這個會比較簡單 吼